哎,你们听 这是蛤蟆呀,还是青蛙呀 这是开会呀,还是 还是居产呢 我都无语了 闭嘴 就这么叫我 叫一句,谁受得了啊 今天是我带我马和二姨 出来旅行的 第25天 也是我在成都带的 最后一天 这蛤蟆开会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天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然后明天我们就启程 准备去 重庆了 今天晚上我再见只一晚上 这都快12点了 11点多了 我估计我妈和我二姨也没睡呢 根本就睡不着啊 看他哪干嘛呢 睡觉没呢 没睡呀 小蛤蟆的音乐呢 早不叫吧 一到十年之后肯定叫 就来开会来了 这蛤蟆老给我来 老板我们做音乐 受不了这音乐 哎呦我就从昨天开始 我觉得蛤蟆就不行了 就放烂了 就娃娃的这个叫声啊 明天嘛二爷 妈咱就走了 咱上重庆了 隔着震待不了了 成都再好 我就害怕这蛤蟆 这是叫声 你看听 你听到叫声就不像 门那边蛤蟆 归归归归归 他那边 啊 啊 啊 咱不知道是什么叫声 真的 平时这个黄卡沙发 变床 是我住 因为天热 他俩又不开空调 所以今天我要我马出 我也想体验一下 我新安壮的车顶帐 一会儿出去 把那蛤蟆都 都都都 都堆那个 你妈那床 我还替我们夜夜生 我上哪儿去 咱哪儿去 咱哪儿去 我上哪儿 我上哪儿堆 他也不听我的 我妈上那床了 你自己跟着手睡了 我个人谁说 你蛤蟆肥 我这个床 床底 床底 今天我 人家都休息了 哦 二爷 我妈可得手 今天 这梁儿为辣椒吗 不用 不用 晚上那个门过吗 不过 我把它等你俩闭了 完了 然后你也早点休息 我上车里 让摸 一会儿 我把车里让摸 铺一样 我住车里 让摸 住习惯了 我愿意住车里 让摸 你俩就跟着睡 今天晚上睡得很好 就 关门 你也早点睡 哦 我给他俩过门了 房子营地也安全 不过门还能两过点 为什么往上面一撇 一会儿我上去一扑 就能睡觉了 我给我妈烘烘蛤蟆 哎 这蛤蟆就跟我妈这个睡觉底下 叫我 还有我二爷那个底下 我必须给他烘烘 全是蛤蟆 还有我的妈 他这个蛤蟆 他怎么就能这么蛤蟆 我总 我总是 哎呀 兄弟们 有懂的吗 谁能就是指点一下 这倒点是什么蛤蟆 我就想知道 这是什么蛤蟆 以后 反正有这个蛤蟆的地方 我肯定是不去了 这蛤蟆 哎呀 我肯定是不去和它